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作为现在较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的摩托车 大家应该都是相当的熟悉 而且不少人还为此开始了自己的赛车生涯 今天小编要介绍的就是每小时行驶45公里的木头摩托车 可以说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 创始人是来自泰国的一位23岁的大学生 他动过自己的奇思妙想 除了轮胎和发动机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用木头搭建出来的这辆摩托车 搭建此车用的木头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可以用的 那是用泰国东北部的原木红树林搭建的 可别小瞧了这些木头 它木质牵引不易断裂 在摩托车身上的上下结构则是用的是铝合金连接的 其目的在于保障车身的坚固和实用 在外形上 它与一般的摩托车在长相上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它要比其他的车矮上一节 这也是有原因的 这样会使底盘更稳固 还值得一提的是 该发动机上有巴上的油箱 只要一拉动其旁边的线使其发动后 其他的操作和正常驾驶摩托车没有什么两样 而且麻气虽小 但是无脏俱全 什么车灯 古式刹车系统 减震系统等 都是应有尽有 甚至为了使车辆平衡 还在车的左侧横梁装有一个小小的辅助轮 是不是顿时就被这辆木头摩托车群粉了呢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种木质摩托车 比起实用性来说 还是更具收藏价值 毕竟它是世界上第一辆用木头建成的摩托车